哈喽,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我想开辟一个新的专栏,来分享一下孩子成长过程中,我们如何当个好爸爸,好妈妈,我想了一下,我们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题目,用教育孩子,育儿,培养孩子,亲子关系,等等。 好像感觉都不是,什么教育啊,培养啊,都不是我的理念,想来想去,我想还是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叫做当个好爸爸,好妈妈吧。 我有一个儿子,他跟着我走过了很多国家,那么他在澳洲上了小学,在加拿大上了初中,在美国上了高中和大学。 十九岁,加大波克利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双专业毕业。 那么同年呢,他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成为为数不多的teenage millionaire,也就是年轻少年百万富翁。 现在呢,他更是迈进千万富翁的行列。 那么我们当父母的呢,为之高兴,那么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他是成功的,他的成长过程是一个成功的。 那么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父母到底该play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我会和大家来一起探讨这个方面的话题。 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讨论一下这个虎爸,虎妈,穷爸爸,还是富爸爸,这样一个话题。 那么华一呢,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这个种族主义。 那么为了让孩子受尽,尽可能的好的教育,可以花多少钱也不心痛。 那么为了培养孩子呢,望子成龙,严格的要求。 于是乎呢,我们便有了虎爸,虎妈,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呢,也应运而生。 那么那个父母呢,怀着不要浪费孩子的时间的这种心理,便让孩子不停地一个班,又一个班的上。 可怀的孩子,要学奥数,要补习,要外语补习,要才艺补习,要学钢琴,要学跳舞,要学美术,等等。 一系列的培训补习,都在等着他。 记得很久以前呢,我把这个故事的告诉了一个西方的朋友,说着说着,他流出了眼泪。 他说,孩子,可怜的孩子,那还有童年吗? 童年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年龄,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手去触摸,去想怎样解决问题,去自己的努力,去用自己的努力去figure out how to resolve this issue, how to,去怎样去处理,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要发挥自己的能力。 那么我好久以前呢,我一直在思考,美国的学校和中国的学校,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也就是说,美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教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我终于figure out,是美国的学校,教给你怎样去思考,教给你怎样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中国教育是传授知识。 我分享一下,有一个故事。 那么去年呢,我到DMV,也就是美国这个办理驾照的一个地方,那么办理这个驾照手续,就是延期的手续。 那么就是在那等候,那么我身边来了一个台湾的父母和一个高中生的儿子。 儿子呢,坐在我的旁边,手里捧着一本厚的书。 儿子觉得很好奇,有各种各样的窗户,办理不同的手续。 而儿子呢,好奇心,好奇地问我很多问题,我都很高兴地回答他,和他相谈甚幻。 那么我注意到妈妈开始不高兴了,爸爸不停地瞪儿子。 儿子偷偷地告诉我,爸爸嫌我浪费时间了,我爸爸要我看书,我爸爸,他,我在旁边感觉到,我在旁边感觉到孩子好可怜。 难道社会上的知识和主动的社交,就不应该学习吗?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就被父母硬硬地给扼杀了。 给孩子一点时间,让孩子去探讨,去想,去观察。 而不是从书本来知道什么样的怎么回事,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结果。 去思维,主动地思维能力,主动地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孩子创造力的源泉。 记得很久以前呢,我儿子告诉我一个父爸爸和穷爸爸的故事。 那个穷爸爸因为自己穷了,就觉得父辈没有给他一个良好和富裕的家庭, 让他没有获得了良好的教育。 假之社会不停地轩然,把成功和教育画上等号。 于是穷爸爸就以为自己没有良好的教育,才是穷的根本。 如果你问一百个穷人,问他们怎样可以付,我想你得到的答案一定是上大学,赌研究生,赌博士,在中国还要叫赌博士后。 如果你问他,你为什么没有成功,他们就会说,因为父母穷,没有机会上大学,等等等等。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连穷人都知道的自负自禄,此路一定不同。 同样,如果问问看看富人,问他们怎么付的,你可能会很不服气。 因为他们就有各种各种各样的原因,几乎没有看上去是正道,或者是正道负起来的。 很多人都不是经过所谓的,很多人都是因为有了比较好的机会。 有的人偷鸡,或者是倒把,或者是幸运降临,等等等等。 你看了,非常地不服气,因为很多人好像并没有按照我们常规的思维的那种自负的途径而富起来的。 所以说呢,这些富人呢,往往都被这个穷人呢,很多人呢,瞧不起。 以为是他这个,这个,这个,中了,中了,这个好运降临,所以才富的。 那么看看美国的高科技的富航榜里边,没有几个是靠他格子上去的,不是一步登天,就是弯门邪道。 那么这就是富爸爸教出来的。 那么富爸爸教给他们,怎样才社会中生存,怎样让孩子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样解决一个问题。 怎样生存,怎样解决一个问题。 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和美国教育的不同。 我对自己的儿子的培养和教育可以说有成功,也有失败。 当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也像其他父母一样,用胎教,用听音乐,讲故事,讲故事,计划,开发智力等等。 一系列的这些计划,我都开始实施了。 但是我后来就在想,难道这样就是一个培养孩子的一个途径吗? 后来我就观察我的孩子,我看他在哪方面他比较有前途,能够有一个发展的潜力。 所以我就给他各种串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方式。 那么我后来呢,我就想,这个孩子发展呢,是这个思维的和逻辑推理能力比较强。 是我们的一个长项。 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呢,是知识分子家庭。 那么如果我们让孩子去刻意地去培养他的这个社交能力等等的方面呢, 因为我们的环境有限。 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强项。 那么我们这个孩子呢,怎样才能让他发展呢?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所以呢,我就让孩子呢,去发展他这方面的优势。 那么我也注意到,比如说我跟他下,我教他,我也注意到我儿子的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 所以呢,我就教他开始学,我就教他开始学下国际象棋,中国象棋。 一开始呢,我就教他走几步,教他走步。 后来呢,我就开始设个局,暗算他,让他失败。 结果他很快就学会了,然后就不会上当,又开始琢磨和我斗。 就这样,完了不久,我已经不是对手了。 我就给他做了这么一个象棋的袋子。 然后因为我不是对手了,所以说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象棋的袋子。 然后装了象棋呢,然后到外面去找对手下去。 结果他就跑到外面,就是抓住人,就下, 碰到人,就想给人家下棋。 结果比如说,一些老人啊,年纪大的人, 然后就和他在一块儿下。 结果让他的智力呢,得了充分的跳跃式的开发。 所以说他在这个智力,在这个逻辑推理方面呢, 就一下子跳跃了很多,就发展起来了。 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到这里。 那么以后呢,我还将继续和大家分享。 那么欢迎大家浏览我们的网站,我们的频道。 我们有很多美国生活的视频,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连结键,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浏览我们的频道,我们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着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